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韩国新闻也会常常出现的一个单词 prepian了 prepian了是韩文prepian加上英文而产生的新词 意思是指对什么事情都感到不舒服的人 就很像是酸民的一个概念 而前面也常常会加上pro 使用成proprepian了 这种类型的人再严重一点的话 很可能就会变成黑粉 prepian了 昨天 韩国著名rapper Samdy公开咀嚼了一位prepian了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在穷英尼事件爆发后 Samdy写了诚情书到法院 也在IG发了这样的贴文 希望多多关心遭到伤害的孩子们 能让他们安全又健康的成长 然后附上了捐款5000万韩币 到儿童保护基金的明信 又写诚情书又捐款 真的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却有位网友留言 捐款是很好 但是非得要上传到SNS上 好像就是在说 大家快来看我捐款 快来称赞我 这样吗 这不就是想博得5000万的关心吗 虽然艺人本来就是 剥夺大众们的关心的职业 但是最起码捐款可以安静一点做吧 对这个留言 3D亲自回复了 这并不是要大家快来看我捐款 快来称赞我 而是这样露出 才能让更多的人关心 也会有一起参与做好事的人 可以去看看我的现实动态 实际上 在3D的现实动态上能看到 粉丝们一起参与捐款 以及写澄清书到法院的贴文 再转发粉丝们的贴文的3D也留言了 今晚真的是觉得 幸好做了rapper 幸好做了音乐 今天是当艺人之后最欣慰的一天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我反而谢谢名人们能这样提起成因 还能让更多人关心这件事情 不炫耀就说 为什么赚那么多钱都不捐款 而且既然做好事了 为什么就不能炫耀呢 是吧 真是太扭曲了 就算是希望让大家称赞又怎么了 做了该收到称赞的事情 所以大家才会称赞的 有什么问题吗 都捐款了5000万炫耀一下不行吗 你是有捐5万块后这样吗 不捐款只知道刷嘴皮的房间里的脑残门 关掉嘴上的拉链 哪怕是先捐款1000块后 再来发神经吧 又不是用他的钱 真的有太多这样的人了 这世界上真的有太多 看什么事情都不顺眼的人 所以一人名人 自己公开捐款的事情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在网上看到的 开姐姐玩笑的抢网友结果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1月7号TWICE的官方IG上传了这么一张黑白照片并留言 因为并没有说明这位成员到底是谁 所以就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就这么看的话 很像是Mina也有一点子余 但是因为服装也有很多人是Tahyun 很多海外粉丝们也是觉得 这样看是子余 这样看是Tahyun 这样看是Mina 不过Mina已经输了 这张不是自己 说好像是子余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理所当然以为是Mina 一看就觉得是子余 不是X娜吗 这一定是Tahyun 我是子余粉 但应该不是子余 没有Tahyun的感觉就是子余 大概看一下的时候以为是X娜 再仔细看一遍后就觉得是Mina 结果竟然不是Mina 都知道是谁了以后再看 也像是X娜 总结一下就是 韩国网友都不确定到底是谁 虽然Once们应该已经知道是谁了 但是还是想问一下 看第一眼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她是谁了呢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大家觉得 大家觉得哪一张最丑呢 我们下支影片